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在二斤做Up主之后 大家会发现二斤出门的几率是有所增加的 在出门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是要办公 这个时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办公工具 一定是人手一个的手机 但是在旅途当中去使用手机办公 绝对不是办公的最佳方案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在使用手机上面的一个塞浏表格的时候 你能看到的这些内容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我们把画面缩到太小的话 字是会看不清楚 但是为了把字看清楚 把它放大之后 你所能看到的这样框位的一个数量又会减少 所以说使用手机去办公的这样一个感受 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笔记本电脑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选一款笔记本电脑了 是不是 大家想到了 如果买Intel的话 i3你会嫌它性能太低 买i5、i7价格又不香了 综合多方考虑依然是AMD S的这样一个时候 然后我们综合到了性能颜值加便捷 二斤最后做到的这样一个选择 是荣耀的这一款MagicBook 14锐龙版 它的外观一共是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冰河银 另外一个是星空灰 二斤是比较喜欢淡一些的这样一个银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采用了这样一个双色阳极氧化处理 就是这边有四边的这样一个钻切蓝边 还有这里还有一个蓝画的这样一个logo 但二斤在这样子晃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些不一样 二斤觉得这个就是不浮夸 但是又有了这样一个标识性和装饰性 整个机身采用的都是这样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是这样一个磨砂质地 摸上去算是比较细腻顺滑的这样一个手感 质感二斤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厚度我们就量它连接处的地方 一般是最厚的 厚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15.8、15.9 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 然后重量我们拿来了三风扇的2070S 但是从重量上来看 2070S还是比它要略重一些的 所以说给大家拿什么东西去相比 大家可能都不好理解 所以说我们拿来了显卡 重量真的是非常友好 约为1.38公斤的这样一个重量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了这样一个 三面窄边的全面屏的设计 二斤觉得它真的已经尽力了 做到了一个屏幕的最大化在它这个体积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小伙伴们会想 应该在这里的摄像头去哪了 这里的摄像头去哪了 这个点真的也是二斤用了很多天都没有发现摄像头 直到我需要用摄像头跟其他人去进行微信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摄像头去哪了 找了很长时间 我发现摄像头是这样一个隐藏式的摄像头 是需要大家去按压才可以出现的 这个摄像头也是二斤非常喜欢的一点 它在保持了屏幕最大化 然后不占地方的同时做到了一个隐藏 在大家不需要用的时候把它按回去 有利于保护我们的这样一个隐私 尤其是二斤这种只要不上节目 你平常在家里面累到只穿睡衣 每天睡衣加深 蓬头垢面 万一被拍到了 你说怎么办 是不是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我已经想到了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因为它打开摄像头以后 它是一个仰角的状态 如果你要是跟别人视频的话 会从下网上看的 除非你这样子把它拿起来 嗯?嗯? 就会好那么一丢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笔记本的开盒角度 可以打开到180度 然后它的屏幕是1920×1080 这样一个全高清的屏幕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可视角度是178度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它屏展开 然后多人同时对坐去观看它的时候 这个角度还是蛮大的 看的也是蛮清楚的 笔记本的屏幕还采用了防眩光的雾面屏幕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这种高强光的状态下去使用它 大家不会看到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眩光区 导致因为反光高亮 使得你看不清楚屏幕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打开它的这样一个有碍的护眼模式 当然这个护眼模式不是我们普通说的 只要变黄就OK 它是有这样一个德国莱茵的低蓝光认证的护眼功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开机键 它是将开机跟指纹解锁合为了一体 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去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 你一键按下去以后它就是一键快速开机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的指纹解锁功能是具有一定的学习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指纹录入进去之后 在你不停的使用它的过程当中 你每一次去按着开机键它就会学习你的指纹 使得它之后的这样一个解锁速度会越来越快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游戏方面 游戏方面我们就要说到显卡了 它这台里面装到的是这样一个微打式的集成显卡 然后从各项测试我们来看 大家如果就是平常经常玩一些吃鸡或者CSGO这样子的游戏 其实是比较吃力的 因为FPS类游戏它更要求帧数要高 然后它的帧数大概就是三四十帧这样子 其实玩起来不是特别的流畅 然后3A大作就更不用说了 就更显吃力了 但是让二斤比较惊喜的一点是 在720P下GTA5的帧数有670帧 也就是说在画质稍微降一降的状态下 GTA5还是可以比较流畅的去玩到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好的优化的这样一个游戏 这个笔记本它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可以去玩的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温度的这样一个满载测试 正面我们测到的温度是45.1摄氏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反面的这样一个温度 反面测下来是47.5摄氏度 我们在这种满载的状态下测试了它的这样一个声音 在48分贝左右 但是大家要注意树叶有专攻 然后这款笔记本它是一个轻薄的笔记本 它这个样子就是为了半工而生的 二斤也不会拿它去打游戏 然后总的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在价格和性价比上面 它的定位还算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定位 我更多的使用最近就是出差用着特别的顺畅 然后出差带出去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然后在家里面不论你在各个环境下因为它很轻薄嘛 不论是在床上或者是拿着到处走都是OK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拆开它看一看 荣耀MagicBook 14锐龙8G版 它的全系采用了DDR4双通道内存与PCIE SSD 因为它充分的做到了肩膊小巧 所以没有给大家预留更多的升级空间 大家就不要想着自己可以DIY了 散热方面它采用的是鲨鱼器2.0S型的这样一个散热 带有56瓦时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容量的电池 充电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是65瓦的这样一个小型的快充充电器 笔记本的充电接口是Type-C的这样一个接口 这样一个小型的快充充电器 将近半小时就可以为电脑充46%左右的这样一个电 值得跟大家一提的就是二斤在使用过程当中 感觉它的续航时间也是非常的长 在二斤使用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早上有一天是早上9点钟开的这样一个会 我断断续续的把它使用到晚上6点钟开会结束之后吃过饭 晚上回房间看过一个两小时的电影之后它还有电 然后使用到今天为止 只要二斤每天晚上去给它按时充电 它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没有电而断电的这样一个状况 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我们看到官方给出的这样一个指示是 播放本地1080p的这样一个影片可以长达9.5小时 多频协同功能说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样一块屏幕上面同时去使用你的电脑 还有你的手机 然后通过我们的碰一碰 然后扫一扫 还有搜一搜 你就可以连接到你的这样一个电脑上面 在进行连接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多频协同功能了 我们有无数种快捷的使用方法 这里给大家展示了二斤的传播方法 在车上二斤经常直接对手机进行语音输入后 快捷的编辑协入完 解决了我在车上一看手机就投晕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将自己拍好的照片 直接进行快捷传输传入电脑 也可以在多频时在手机的照片库里面直接进行一个拖拽 多频时我们可以浏览各种各样的手机APP 大家一定都想过在电脑上看朋友圈吧 微信PC版实现不了的多频协同功能可以实现 在日常中一边看剧一边和闺蜜吐槽剧情 也是二斤的一大乐趣 多频协同时我们可以回复短讯接听电话 可以在APP里面叫外卖叫车 我们还可以拖拽大批量的文件 甚至还可以放大你的手游界面 在必要的时候祝你一臂之力 在没有插插座的时候 拥有Type-C接口的这样一个充电宝 大家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紧急的充电 然后在这边二斤罗列出了一些可以使用功能的电脑 还有手机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在这个功能打开之后 大家就可以方便的去使用这样一个多频协同的功能 好处真的简直不要太多 OK 现在又到了我们的小总结时间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二斤在使用中感觉到的一些缺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二斤觉得小14它的这样一个接口有一点点少了 一个Type-C 两个USB 如果我们一个再充电 其他两个我们接了鼠标和键盘 我们还能插什么上去 如果说大家这个时候有一个U盘 或者是你的这样移动硬盘 就是没有接口再去插这些东西了 接口有一点点少 比较遗憾的一点 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它没有雷电拓展 如果说我们现在觉得它玩游戏这些就是有点点吃力了 我们有一个显卡这样的雷电拓展插出来 是不是性能就又往上提升了一部分 这一点也是比较遗憾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优点 优点首先就是我们说非常的轻薄 大家也感觉到了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二斤觉得便于携带 然后颜值也是我喜欢的这种极简的颜值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多屏协同功能 这个功能我真的是 哇 就是好方便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不吹 真的是我自己自身的这样一个感觉 真的非常方便 我自从把它连接好了以后 电脑上直接这样子多屏去使用 我再也没有拿出来过手机 真的非常的方便 不用这样子就是看一看 嗯 看一看 这样子不用这样子了 你就是平凡的去掏手机 然后这样子去看 说不准 大家知道掏手机看着看着 一会刷个这个一会刷个那个 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 然后对于它这样一个半工型的笔记本来说 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价格预售的时候 二斤一看 这个价格香了 3999元 差一块钱4000 四合八线城 我还要什么自行车 所以说它现在就到了我手里了 它真的改变了我一些办公 使用笔记本和电脑之间的这样一些些方式 我们其实现在在繁杂的生活当中 都需要给自己去做一个减法 什么地方能更方便 我们就让它更方便吧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二斤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二斤节目的话 就请二斤点赞三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